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利 16号在记者会 当他被问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否会以武力夺取台湾时 他表示习近平会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 在不久的将来对台湾发动攻击将是一大风险 而且最终会以战略崩溃告终 他的理由是台湾有非常复杂的地形和山脉 是个多山的岛屿 是个非常困难的军事目标 来实行军事行动 他认为中国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拥有军事能力并做好准备 因此中国攻台的风险非常高 是不至之举 也会是政治错误 地缘政治错误 以及战略错误 而美国也正在密切观察 并在军事上做好准备 目的在确保台湾能够自我防卫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